Hello,大家好,我是Summer,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有没有听说过洗个澡就可能感染肺炎,甚至还有高达45%的死亡率呢? 这里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当然了,我肯定没有改行学医 而是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如何正确的调整热水器的温度有着巨大的关系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你也太小题大做了,热水器这么简单的使用能有什么可讲的呀? 其实还真不是这么回事,正确的调整热水器的温度不仅可以节能省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有着很大的作用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既严肃又实用,所以呢,请大家务必从头看到尾 第一个问题,热水器使用当中的风险 首先呢,我就要回答一下在视频开场的时候我提的那个问题 洗个澡真的就有可能感染死亡率极高的肺炎 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水温不足够热,它就可能会成为视肺军团肝菌等细菌的温床 这个视肺军团肝菌啊,是军团病的病原体 而军团病又是一种很危险的非典型性肺炎 被称为20世纪最严重的七大瘟疫之一 对于这一点呢,我想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并没有听说过 今天呢,我在这里就跟大家多唠叨几句 这个军团菌啊,是1976年在美国费城酒店住宿的美国退伍军人感染的 非典型肺炎病例当中发现的 所以呢,媒体就把它称之为退伍军人病,又叫军团病 其症状呢,包括咳嗽、呼吸困难、发热、肌肉疼痛、头疼 有时呢,还会发生恶心、呕吐和腹泻 就这些年来说,2017年8月 纽约的一栋政府大楼里面就爆发了军团病 市卫生局呢,在盖大楼贴出了告示提醒居民 吸入含有军团菌的水雾气、水蒸气就有可能染病 2018年,在德国租房子的人们 有些呢,可能会接到一张通知 说,此楼将进行军团菌检测 楼内的住户,某月某日到某日请不要淋浴 最近的一次呢,就发生在2020年的9月中下旬 加拿大BC省卫生局就发出警告 说大温地区出现了军团病的密集病例 这种病啊,传播率比较低 但是传染途径却非常令人害怕 它通常呢,存在于淡水当中 其中热水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传播途径 那第二个风险就是灼伤皮肤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 这又不是需要拿起来倒水的暖水瓶 怎么还会有被烫伤的危险呢 事实证明,是的 尤其是老人和孩子 水温在150华氏度的时候 遭受三度灼伤的时间只需要不到两秒钟 每年呢,都会有人 当然了,绝大多数是儿童 因为热水器设置的温度太高 导致被烫伤送往医院 所以啊,在这里我提醒大家 绝对不要让孩子独自的去放洗澡水 如果要泡澡,先放冷水再兑热水 如何预防使用热水器的这两大风险呢? 其实啊,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对热水器调整合适的温度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的第二个大问题来了 到底您的热水器设置多高的温度算适度呢? 出于安全和节能的考虑 美国环境保护局建议将热水器的温度设定在120华氏度 关于这一点啊,我们在上一个视频当中 给大家讲节能的时候曾经提到过 在120华氏度的时候呢 细菌不太可能在这个温度下生存 并且呢,它的温度还不足以引起烫伤 同时啊,120度的时候 您的热水器有能力为您的家庭提供足够的热水 同时呢,还可以提高能源的效率 给您节省电费和燃气费 当然了,有可能您的家庭因为某种情况需要更热的水 我们在这里啊,也建议大家尽可能的不要设置超过150华氏度 第三个问题,如何设置温度? 听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马上就跑去查看自己家里的热水器 结果呢,很失望 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啊 哎,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任何的温度显示啊 那是因为咱们的家用热水器的温度旋钮上是没有标记数字的 大部分的情况下呢,用hot, warm, vacation 或者是被标识成low, hot, very hot 或者呢,是用A, B, C来表示 更有甚至啊,拨盘上任何字样都没有 就依靠闪烁的指示灯来表示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如何去找120度在哪里呢? 我来告诉大家 首先,如果热水器的旁边有该款设备的说明书 我们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去看说明书 通常呢,说明书正式的内容开始之前 都会有几大页的警告 各种各样的警告 那么关于温度的说明就在这些警告当中 有的朋友啊,可能又说了 说我的英文也不好,看不懂呀 那么不用担心 您看不懂英文 但是咱们看得懂数字和表格呀 我们可以沿着每一页去寻找带有120度字样的表格 这样呢,就会变得很容易了 其次,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家里的热水器的说明书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没想过要用它 那么找不到说明书怎么办呢? 在这里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 不论是哪一种表示温度的方法 一般来说,在温度旋钮中间的位置就是120度左右 所以呢,如果实在找不到说明书的情况下 我们也并不是无计可施 大家可以将温度设置在旋钮的中间位置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啊,又要接近尾声了 最后呢,我们一起通过现场的录像 来实际感受一下 DIY给热水器设置合理的温度是多么的简单愉快吧 我是Summer 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赶紧订阅、点赞、留言互动吧 七七精彩,等着你 拜拜 阀门旋钮上的小三角所指的温度就是理想的温度120华氏度 以后每条高一格大约增加10华氏度 当温度设定过高时就要适当调低 外出度假时可以调到最低或假期状态 如果温度偏低时可以通过旋钮适当调高 但是不建议高于150华氏度 过高也会导致泄压阀门泄压 可能会导致地下室泡水 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订阅、分享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